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誰是接班人?南韓國家情報院說 金正恩有三子女 老大是男生 紐時說 美宣稱獲新情報顯示 親烏團體炸毀北溪管線 重磅 蔡英文將去美國加州會晤麥卡錫 北京情河已刊 習罕見批李克強 習李暗戰三個細節引發關注 歡迎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3月7日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視頻推薦給大家 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誰是接班人?南韓國家情報院說 金正恩有三子女 老大是男生 南韓最高情報機構國家情報院7日向國會議員簡報時透露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有三名子女 老大是長男 最近頻頻亮相的是長女金主愛 約10歲 老妖性別不祥 至於金正恩為何不帶長男亮相 國情院認為金正恩純粹是蓄意營造 世襲順理成長的印象 至於金正恩是否已經把金主愛立為储君 國情院持否定態度 南韓知名北韓問題專家正成長 則持肯定看法 紐時說 美宣稱或新情報顯示 親烏團體炸毀北溪管線 《紐約時報》今天7日報導 美國官員查看的新情報顯示 去年波羅的海北溪天然氣管線遭炸毀一案 是一個支持烏克蘭的團體所為 但沒有證據顯示烏克蘭當局涉入此事 俄羅斯與德國之間的北溪天然氣管線去年9月因水下爆炸嚴重受損 瑞典檢方說 調查人員在受損的地方發現爆炸物痕跡 證實遭到人為蓄意破壞 美國官員說 目前對這些破壞分子所知仍有限 這些新情報只顯示 他們反對俄羅斯總統普京 但並未明確說明這個團體成員的數據 以及是誰指示或付錢要他們發動這項攻擊 這些官員不願多透露這項情報數據的性質 以及是如何取得的 他們說 尚未就此作出確切結論 重磅 蔡英文將去美國加州會晤麥卡錫 北京情河已刊 英國《金融時報》6日報導 蔡英文總統已經說服麥卡錫 將於4月初在美國加州而不是在臺北與麥卡錫會晤 以免刺激北京做出過激反應 此外 蔡總統也將在加州雷根圖書館發表演說 報導引述臺灣官員等消息人士的話指出 蔡英文將在4月初出訪中美洲友邦之際 過境訪問加州和紐約 她還決定接受邀請在南加州的雷根圖書館發表演說 蔡英文的任期將在2024年1月結束 她曾在2018年訪問過雷根圖書館並發表談話 但當時並未發表正式演說 臺灣高層官員指出 臺方和麥卡錫分享中共最新的動向 以及他們所構成的威脅相關情報 中國現在的情況不好 似乎越來越多的決策將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核心親信拍板 報導說 蔡英文不樂見麥卡錫訪臺 表明中國鉗制臺灣 並破壞其事實獨立的軍事姿態產生影響 對此 麥卡錫辦公室拒絕置評 雷根總統基金會則證實 已經邀請蔡英文發表演說 習罕見批李克強 習李按讚3個細節引關注 中共兩會召開期間 多個習近平和李克強的言行細節被認為是習李互相敲打 繼李克強放話 人在幹 天在看等視頻流傳後 習近平批評李克強力推的放管府改革是腐敗的痛點 中共新華社6日報導 習近平與民間工商聯屆政協委員開會時的講話說 我們的一些政策 搞好了是改革的成功 搞不好就可能是腐敗的痛點 他舉例中共的放管府改革 放了以後 管跟上沒有 府到位了沒有 光放不管不行 跟著就要爆雷 中共治下的所謂放管府 就是檢政放權 放管結合 優化服務的簡稱 這是中共十八大後 有李克強在2015年提出和力推的行政體制改革概念 李克強近年在不同場合都提及這一口號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7日對大紀元說 李克強因為即將離任 最近活動較多 比較高調 在國內外都引發關注 搶了習的風頭 在中國人越來越不相信習和中共的情況下 這就使得習近平不得不出面 對李克強過去幾年的工作提出隱晦的批評 但這樣直接有些罕見 這其實也反映了兩人之間的分裂 旅美中國作家 政論家陳破空7日對大紀元說 李克強要退休 本來不會妨礙習近平 但是習還是要消除李克強在政府內的影響 可是他又不方便直接說 要肅清李克強的流毒 因為李克強在中共黨內有一定的聲望 所以習換了表達方式 李克強稍早在與國務院工作人員告別時喊話 人在幹 天在看 蒼天有眼 時政評論員文昭在自媒體節目中說 有時也會被表達為 你可別忘了 三尺頭上有青天 通常這些話都是處於下風 但不服氣的人 說給那些志得意滿 為所欲為的人聽的 按中共官場來說 向下屬告別一般會講些官場套話 李克強脫稿說的這些話 相當於憤憤不平 李克強訴諸於蒼天和鬼神 說明李克強這樣的中共最高層 在他的心底其實不是真正相信共產主義那一套 也不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和無神論者 陳破空說 李克強說的話就是敲打習近平這些人 因為他認為習近平往滬寧折騰往左轉 使中國的經濟民生都很艱難 作家時政評論員顏純鉤7日在臉書分析說 李克強從天氣講到蒼天 這個跨度太大 李克強貴為國務院總理 連城市北地攤這樣雞毛蒜皮的小事都不能做主 今天還有幾個共產黨員真心相信共產主義將統治世界 稍微明理的都知道中共不行了 明白大勢已去了 作惡太多 血債太重 思想腐朽 政治黑暗 這樣的黨天當然看得見 歷史將清算中共 想必都在李克強預料之內了 說人在做天在看 就表示他還有這一點清醒 他為自己辯護 與習近平畫一條界線 還好有天在看 動員兵被送到前線當炮灰 一個團兩天就打光 全團只剩兩傷員 河南懸賞通緝一政法委副書記 細節曝光 大五毛周小平入全國政協 提案被指恐怖主義 陸克自由行 陸委會批北京沒解除禁令 他嗆 口惠時不至 為父母親 陸編 努等